上海啊,是我们中国的沿海特大城市 在2008年凌晨五点钟的时候啊 已经是杨阿姨上班的时间了 杨阿姨啊,是这个城市里的一个清洁女工 50多岁年龄,她呀,是本地人 但是啊,杨阿姨的家境并不怎么样 是公亲阶层 杨阿姨老夫妻早就下岗了 但是呢,又没有到退休的年龄 暂时啊,没有什么收入 为了替独生儿子减轻房贷的负担 她的老伴啊,给人看门 自己啊,则做起了清洁工 杨阿姨的这份工作呀,是哥哥杨叔叔介绍的 杨叔叔负责呀,给这个大厦呀,清理垃圾 就介绍妹妹来做清洁工了 要说这个清洁工的工作呀,并不算太累 每天呢,五点多开始清扫 从这一所大厦的二十六楼清扫到副一楼的地下室 杨阿姨啊,需要将楼道和电梯前的公共空间呢,清理干净 一天呢,清扫一次就可以了 这栋大厦呀,有电梯,不需要爬上爬下 住户啊,大多是中产阶级 哎,这个素质啊,还算是不错的 一般呢,也不会乱丢垃圾 工作相对轻松 即便如此啊,清理完二十七层楼,至少也需要两个小时的时间 杨阿姨的家呀,距离这种大厦,只有十多分钟的路程 所以呢,她每天早五点出门,在八点之前清理完毕 杨阿姨通常先清扫第一层 因为这里人来人往,垃圾最多 关注度也最高 一定需要啊,打扫得很是干净 随后呢,她会上到二十六层顶楼 一层层的扫下去 今天也是一样 大概五点二十分 杨阿姨带着清洁工具啊 就到了大厦的一层 杨阿姨对于这些地面呢,非常熟悉 今天呢,很快就感觉到了异常 她隐约的,看到一层的地面上 有一些暗红色的痕迹,好像是脚印 杨阿姨很生气啊 嘴里呢,不自觉的就骂骂咧咧起来了 看来啊,是楼上有些公寓在装修 有装修工踩到了红色的油漆之后 四处乱走 一层电梯间外面有脚印 恐怕楼道里边也有啊 杨阿姨啊,就推开楼梯的门 果然就看到了颜色更重的红色脚印 她忍不住的大声了 呃,嚷了起来 因为这个清洗油漆啊,很困难啊 需要用专门的东西 而且呢,不见得能清洗干净啊 想了一会儿,杨阿姨决定啊 看清楚究竟是哪一家在装修 当天亮后啊,去敲门 让这个屋主啊,自己负责清洗 既然装修工走了楼梯 这下人呢,应该不会出得很高 杨阿姨啊,就顺着楼梯爬了上去 越往上走啊,脚印这颜色就越深了 杨阿姨顺着脚印就爬到了四楼 梦然之间 杨阿姨看到一个女人倒在了楼道里 身下有一大滩凝固的血液 这个女人身上啊,全是红色的凝固血液 头发散乱,双眼半生半壁 样子非常的恐怖 杨阿姨吓得大叫了一声 跌跌撞撞的跑下楼,大喊救命 虽然慌乱呢,杨阿姨也认出了被害的女孩 这个女孩啊,并不是中国人 而是长着一头褐色头发的白人女孩 杨阿姨曾经两次遇到过她 这个女孩长得非常的漂亮 个子很高,身材绝佳 杨阿姨忍不住多看了几眼 对这个女孩的印象比较深刻 杨阿姨的哥哥听到了妹妹的诉说之后 立即打电话报警 警方很快赶到了现场 封锁了大厦 死者的确是一名外籍人士 叫做戴安娜,年仅22岁 根据出入境的记录 戴安娜呀,是在两周前刚刚来到中国工作的 她的职业是模特 入境理由是短期工作 没有同行人 戴安娜身高一米七八 是一个有着大长腿和雪白皮肤的大美女 虽然腰脂纤细 身上几乎没有任何的坠肉 戴安娜有着地罩杯的天然风容 更别说苦苦锻炼出来的翘臀了 更重要的是 她年近22岁 正是青春美丽的年龄 随便走在街上啊 任何种族的男人都会忍不住的盯着去看的 被害现场 急急惨烈 警方发现戴安娜并不住在她倒下的四楼 而是五楼 当民警来到五楼时 发现呢 戴安娜居住的屋子房门虚眼 屋外的地上和屋内的客厅里啊 都有明显的喷洒了血迹 客厅啊 相当的凌乱 似乎有人在这里打斗过 根据现场分析 在几个小时前的深夜里 有人入室袭击了戴安娜 用刀刺中了她 戴安娜受伤之后挣扎着 向外奔跑逃命 同时大声呼救 歹徒怕她的呼救 惊醒其他住户追上去连续刺杀 其中一刀刺中要害 在强烈的求生欲之下 身受重伤的戴安娜从五楼亮相的逃到了四楼 却因受伤过重倒地死亡了 戴安娜居住的房间里 有明显被翻动的痕迹 钱包手机笔记本电脑等等东西 全都不见了 给人的感觉呀 似乎这是一起入室抢劫 或者盗窃杀人案 歹徒并没有刻意的隐藏自己 在现场留下了不少指纹 正常来说呀 为了盗窃或者抢劫一些财物 就将人乱刀杀死 甚至是连续追杀 似乎不符合逻辑 毕竟盗窃和抢劫不过是坐牢而已 杀人是要偿命的 任何一个歹徒都应该知道 受害者戴安娜呀 是一个非常漂亮性感的白人女孩 会不会是有人贪图美色 强奸杀人呢 警方经过初步的判断了 戴安娜的衣着完好 胸罩 贴身的牛仔裤和内裤并没有被撕扯 脱下了痕迹 后来尸检证明他并没有被强奸或者是威胁 这个案件发生以后我上海呀媒体第一时间大肆报道在媒体的压力下这个国家在我国大使馆也基本是在案发当天就联络到了我国的外交部门要求尽快破案必须给他们的公民的意外死亡一个说法 在我们国家呀其实啊只要是涉外案件的一般都是比较被重视的上海立即啊迅速的成立专案组开始调查这些案件 那首先呢刑警们的要搞清楚这个案件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就这个案件的现场来说呀似乎啊是一起谋财害命死者房间里的财务没了又有翻动的痕迹很像是入室盗窃杀人或者是入室抢劫杀人 但是之前我也说了在上海呀盗窃案其实并不多入室抢劫也只是零星发生 极少有这么肆无忌惮的杀人的 你想啊就算是入室盗窃抢劫能够搞到几个钱呢 为了这点钱去杀人导致自己被枪毙值得吗 除了极少数本来就背负命案的流窜的匪徒 很少有凶手会这样的去作案呢 那么是不是已知的杀人逃犯所做的案子呢 警方通过全国犯罪库指纹检索 凶手并不是通缉犯 甚至没有钱坑 如果放在今天呢 直接进行全国指纹识别 可能会迅速的找到凶手 不过2008年的时候啊 那时候我们国家的第二代身份证还在推广之中呢 全国呀 很多人呢都没有办理 技术上做不到这一点 刑警了解了戴安娜的背景 发现呢 她有个室友 是他们同一国家的模特 21岁的艾米丽 案发当天 艾米丽在外省进行模特走秀 第二天呢才回到了出租屋 在这个80平方米的出租屋啊 是邀请他们的中国模特公司组住的 让他们两个女孩子合住在这里 戴安娜呢 刚刚来上海两周 艾米丽啊 对她并不熟悉 好在两个女孩都是同一国家的同龄人 夜晚睡不着的时候啊 两个人聊个几次天 艾米丽呢 就告诉刑警说 戴安娜的钱包 手机 手表 笔记本 电脑全都不见了 自己啊 留在客厅柜子上的一条金项链 和一个宝石戒指 也不见了 那这究竟是不是谋财害命呢 目前看来呀 没有办法 进行排除 警方根据尸检 戴安娜全身被刺中了五刀 其中两刀是致命伤 给人的感觉是啊 这歹徒 是一定要治戴安娜于死命的 好像和他有什么较大的仇恨 那么 这会不会是一起报复杀人案呢 但是警方分析呀 似乎也不太可能 根据刑警调查 戴安娜来中国只有两周的时间 准确的说呀 只有十二天的时间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在中国就搞出了一个可以杀害他的仇人 这个 怎么说 也没有什么可能呢 相比起来呀 最有可能报复杀人者 就是和戴安娜接触最多的室友艾米丽了 而艾米丽第二天呢 从外地回来之后 听说戴安娜被杀之后异常的震惊 她去停尸房辨认尸体的时候 艾米丽看到戴安娜 那惨白的脸庞忍不住的失声痛苦啊 根据艾米丽的介绍 她是两个月前到中国的 合同期是三个月 目前已经快要到期了 所以呢 工作的安排呀 比较密集 她同戴安娜呢 是室友 也就聊过两次天 还有两次一通出门 吃过便饭 仅此而已 两个人压根啊 没什么交情 也谈不上有什么仇恨 不过艾米丽认为啊 戴安娜 同一些九星事故的模特不同 戴安娜这个女孩啊 想法呢 很是单纯 很善良 性格开朗 谈吐温和 很是讨人喜欢 艾米丽啊 对她是挺有好感的 案发当天的上午 艾米丽接到公司通告 中午乘车就许了外甥 晚上啊 参加了一次模特的走秀 当天晚上 她就在外地的酒店住 第二天呢 才从其他模特被公司送回了住处 艾米丽本人肯定是没有作案时间的 也缺乏报复杀害戴安娜的动机 指纹通她也完全不符合 随着刑警们的深入调查 刑警们逐步发现了 这个案件呢 似乎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呢 刑警们虽然见多识广 也认为外籍美女模特应该都是高薪 这才会不远万里的来中国工作 随着调查艾米丽和公司其他几个模特 刑警们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情况 就是戴安娜也好 艾米丽也罢 薪水呀 都是非常的低呀 在同艾米丽交谈期间 刑警们惊讶发现 这些模特的月薪呢 仅有一千美元 生活费呢 还要自理 戴安娜和艾米丽都来自同一个发达的国家 这个国家 每月民众的平均收入也在两千多美元 那问题就来了 戴安娜和艾米丽不是什么超级模特 那至少也算是二三流的水平啊 怎么会为了区区一千美元就跑到中国来了呢 就模特公司角度考虑 一般签约一个模特也不太容易啊 合同至少是半年或者一年 为什么 这两个女孩的合同都只有三个月呢 刑警们又发现了 这个所谓的中国模特公司啊 就是一个草台班子 这个公司在一个办公楼里面租了一间办公室 请了几个办事员 公司大小事情啊 都是由一个中年男人在负责 他平时很少在公司出现 都是通过手机联络办事员 司机呢 去办事 不少模特啊 都没有看过他 也不知道老板是谁 虽然给外国模特的工资很低 但是 这一家中国公司的花费其实不费 他需要支付给外国模特公司 一笔不小的费用 那照常理来说 这家公司应该资本比较雄厚 规模也比较大 那为什么会像皮包公司一样 这些都不符合逻辑呀 另外呀 在2003年上海发展是有限的 居民的月薪呢 不过两千多人民币 中国和外籍模特出厂费也不高 虽然给外籍模特的薪水很少 但仔细算来 这一家中国模特公司 恐怕怎么算 都要赔本的 你说有这样做生意的吗 这又不是当年中国人送钱 给越南去打美国佬呢 完全都是尽国际义务啊 另外呀 有些问题是 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戴安娜所在的这个国家的媒体啊 进行了大肆的报道 而中国模特公司在第一时间 就关闭了自己的网站 尽量的删除了网上 所有公司的介绍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 从外国媒体的报道啊 其实已经可以发现一些东西了 外国记者采访了戴安娜 在本国的闺蜜和男友 几个闺蜜和男友啊 都是非常悲痛啊 尤其是她的男友 那简直是气不成声啊 几乎不能完成采访 戴安娜和他们呢 都是这个国家一个小城市的居民 这个国家虽然很发达 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 戴安娜所在的小城却不怎么样 人口啊 还不到两万人 繁华的地方啊 只有市中心两三条街道 戴安娜和这些闺蜜啊 是多年的老同学啊 一起上了初中高中 戴安娜朋友圈的两百多个朋友 几乎啊 全都是她的同学和亲戚 她的朋友啊 几乎都是这些同学 戴安娜呀 天生励志 相貌美丽 身材绝佳 性格也特别的好 但是她的学习成绩呢 则比较平庸 18岁中学毕业以后啊 已经成年的戴安娜呀 没有去大学就读 她很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她签约了这个小城市里家模特公司 开始以模特为职业 经常去全国各地走秀 要说模特这个行业呀 其实啊 非常的乱 无论国内国外的模特啊 很多呀 都是暗娼 戴安娜就不同了 她是个小地方的单纯女孩 私生活呀 很是简点 她在高中时期 她的男朋友 两个人交往了五年之久 已经订了婚 感情很深 戴安娜呀 性格直爽随和 对于物质呢 并不是很看重 却很喜欢冒险和挑战 也啊 想见见新鲜的事物 从事模特的职业三年度的时间 她走遍了这个国家的各大城市 还去了邻国那个发达国家的很多城市 开了眼界 根据她的未婚夫介绍 大概一个月前 公司告诉戴安娜 说有个去中国工作的机会 合约呢 是三个月 工作的底薪呢 是一千美元 只需要每周参加一两次模特走秀就可以了 公司负责住宿费和来回的机票 如果她愿意参加更多的走秀 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了 据说呀 有的一次商业走秀就能够赚到数千美元 合同到期之后 戴安娜可以继续续约三个月 半年甚至一年 那完全就看她的意愿了 戴安娜打电话 同未婚夫商量 哪有知道啊 她一直向往神气的东方 就同意啊 让她去见识见识了 反正呢 是有三个月的时间 就当去旅游也可以了 在半年前 戴安娜就以同样的方式 去欧洲工作了几个月 相当的开心呢 在未婚夫的支持下 戴安娜待着前男的行李 就来到中国了 没想到啊 在中国仅仅待了一周 戴安娜就打电话给未婚夫了 她说呀 在这里呀 工作生活很是不爽 就准备提前回国了 未婚夫觉得很奇怪啊 就询问是不是对我们这个国家不适应啊 戴安娜很奇怪的回答说 中国这个国家很棒 但是这份工作太烂了 我已经订了两周后 飞回来的机票 公司也同意了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了 未婚夫觉得奇怪呀 但是呢 也并没有多问 这通电话两天之后 戴安娜就遇害了 未婚夫知道的就这么多 然而外国媒体采访戴安娜的闺蜜 却知道了更多的东西 有一些呀 是她不便于告诉戴安娜 未婚夫的事情 戴安娜最好的闺蜜呀 中学挚友玛丽 讲述了一些背后不为人之内幕 根据戴安娜在电话里面的抱怨 她认为这份工作呀 没这么简单 底薪呢 只给一千美元 公司还不管生活费 每个月只需要完成几次走秀即可 如果想要多赚钱 就要自愿的参加更多的走秀 这些条件看起来似乎合情合理 没有任何问题 戴安娜来了以后却发现 所谓每月几次走秀 完全是走过场而已 他们这些外籍模特儿啊 很多的时候只是在一些商场 甚至是广场 胡乱的走几圈 观众聊聊 甚至穿着便服就可以了 没多久啊 她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有一个外籍模特儿 很可能就是她的室友爱米丽 偷偷告诉她 所谓的自愿走秀会得到丰厚的报酬 其实就是在搞色情的擦边球 他们的活动呢 主要呢 就是这几种 一是在酒吧 穿着泳装等比较暴露的衣服走秀 推销酒水或者是信用卡 这还算是好的 至少呢 这样啊 可能不会遭到什么性事捣扰 完全就是表演而已 另外还有一些小情的聚会 很多是一些富人呢 或者是有权有势的人的宴会 这个期间呢 他们可能会得到非常丰厚的回报 但是模特儿啊 会被要求要去表演厌舞之类 甚至是脱衣舞 根据你愿意参加的项目 外籍模特儿得到相应的报酬 在聚会之后 有些外籍模特儿啊 直接的就会同这些人进行开房交易 相当于就是卖银呢 好在这些模特儿都是外籍的女孩 动不动就叫嚷着要找自己的大使馆 中国的模特公司也丝毫不敢用强迫的手段 只是利诱而已 如果这些外籍的女模特儿不愿意搞这些东西 就真的只是拿一千美元在商场走秀了 戴安娜认为这种工作呀 太过于乌烟瘴气了 一些外籍模特儿有着浓重的风尘味 感觉同那些工娼呢 区别不大呀 虽然在本国就见识过这种半职业妓女的模特儿 但是戴安娜这个女孩是个正经人呢 洁身自好 从来不做这些事情 了解了情况之后 戴安娜就决定立即回国 不干了 闺蜜认为呀 戴安娜可能认为继续干下去的话 万一未来被未婚夫知道这种事 她无法解释清楚 两人的关系呀 可能会因此破裂呀 这些情况呢 也不便于告诉未婚夫 所以戴安娜呀 只能同闺蜜聊成一聊了 另外呢 闺蜜告诉外媒呀 戴安娜从来没说过 她存在任何安全问题 反而说我们中国这个国家 很是安全 同他们老家北美小城一样 晚上十一点上街 也没有什么事情 那这个案件 会不会是戴安娜 继续参加这些色情擦边的工作 才被人给谋杀了呢 对此呀 外国媒体呀 进行大肆的报道 开始啊 向阴谋论这个方面取代 对此呢 专案组啊 也颇为怀疑 外籍的妓女 在上海暗中卖淫 也不什么稀罕事啊 早在九十年代呀 作为全国经济龙头的上海 就已经出现了通过各种手段 致富的大批富人 这些人 有钱以后啊 就是吃喝嫖赌 他们的钱多的 甚至没地方花 玩腻了中国女人之后 就开始对外国女人 有兴趣了 确实有一些 国际的卖淫集团 介绍一些外籍的妓女 打着各种旗号来中国 从事色情行业 以此转据暴力 虽然戴安娜对闺蜜 表示自己 精神自好 那会不会实际上 也是参加了卖淫活动呢 而妓女这个工作呀 经常听老刘讲答案的 就知道了 妓女这个工作呀 是一个高危职业呀 很容易遭到袭击的 那会不会是什么嫖客之类的 为了某种原因 就把戴安娜给杀害了呢 比如说什么 调资的纠纷呢 服务纠纷等等啊 有些刑警 甚至还怀疑 会不会戴安娜 是参加了什么仙人跳的事件 对方是中国有权有势 有钱的人呢 这些人可不好惹呀 所以呢 被戴安娜和同伙 仙人跳之后 才顾凶杀人报复的呢 如果案件是这样的 那想要侦破这个案件 就困难了 就在专案组为难之时 外国媒体的一个报道啊 突然让他们有了新的发现 这个戴安娜的未婚夫告诉媒体啊 说戴安娜自己的公寓呀 在几天前遭告过轻微的盗窃 专案组都没有掌握这个情况 立即啊 就去询问了艾米丽 这个时候 艾米丽也想起了这个事情 这大概是在案发前的三天 正好啊 两个女孩子呀 都在家中 艾米丽说 在上海有一种下笼包 很好吃 她去买来大家一起吃 随后就下了楼 而戴安娜呀 随后给男友打手机 因为信号不好 就一直站在阳台上 等到艾米丽 三十分钟之后回来的时候 戴安娜呀 还在阳台打着电话 戴安娜呢 竟然没有关门 这个门呢 是虚掩着的 艾米丽这么一推呀 就把这个门给推开了 艾米丽是一个小城市的女孩 她的老家治安良好 从来没有人装什么防盗门装 平时很多人呢 在家里也不关门 戴安娜呀 估计也是这样 从小就养成习惯了 但上海虽然是这个 全国最大这个大众城市 还是存在犯罪隐患的 不能这么做呀 果然艾米丽放下小笼包以后 突然就发现呢 自己放在客厅桌子上手机 不翼而飞了 她就询问戴安娜 戴安娜表示非常惊讶呀 因为她几分钟之前 还看到过这个手机呀 放在桌子上的 艾米丽怀疑 可能是戴安娜呀 没有关门打电话的时候 有个小偷 混进了房间里 偷了手机就跑了 由于语言不通 他们没有报案 只是事后啊 对模特公司 说了这个事情 公司的翻译呀 嘱咐他们 不管什么时候到家 都要顺手关门 不然很容易出事了 丢失这个手机呀 并不值什么钱 再加上艾米丽呢 有很多部手机 她很快就把这个事情 给忘记了 这一次手机失窃后 才三天 就发生了戴安娜被杀的事件 哎 警方得到这个重要的情报 其实这个案件呢 就已经被破了一半了 这栋大厦呀 有26层 住户呢 非常的多 平时呢 人流量很高 即便有视频监控 警方啊 也难以锁定凶手 根据艾米丽回忆的三天前 手机失窃的时间点 以及杀人案发的时间点 警方调取了大厦的监控 在这两个时间点呢 果然有一个身材矮小的男人 进出过大厦 尤其是在大概12点以后 这个男人呢 走出大厦的时候 衣衫不整 衣服上啊 似乎还有一些污物 有高度作案的嫌疑 警方又调取了大厦附近 其他的监控 发现呢 这个矮个子男人 两次都是走路来的 看来呀 他住的地方 距离大厦不远 根据街上的监控的追踪 发现这个男人呢 两次都在一个地区失去了踪迹 怀疑他呀 就是住在这里的 大厦的监控呢 比较先进 刑警就取到了比较清晰的照片 能够看清楚男人的相貌 于是啊 民警就将这个男人的样子 给打印出来了 警方立即啊 去这个嫌疑人 可能居住的地区进行走访 才走访了几家啊 警方就重大的突破了 有一个开小店老板的 认识这个人 他说呀 这小伙子呀 叫什么小陈 就是斜对面那家咖啡厅里的服务员 经常啊 来我店里买烟 烟烟很大的 民警大喜过望 首先 就让便衣警察 进去找咖啡厅经理询问 以免打扫惊蛇 经理确认 视频中的男人就是小陈 自称二十岁 两年前来咖啡厅打工 案发前几天呢 小陈已经辞职不干了 这咖啡厅啊 经营上也不景气 快要倒闭了 老板呢 也不讲 拖欠了员工 两个月的工资不发 服务员啊 纷纷的就离开了 小陈也走了 咖啡厅没有看过小陈的身份证 同事只知道 他叫做陈爱民 是林省某县人 具体住在什么地方啊 就不知道了 上海市警方立即通过计算机进行搜索 发现这个县呢 叫做陈爱民的居民 没有一个符合他的年龄身高和相貌的 显然这个名字呀 应该是个假名 就在警方没有办法的时候 咖啡厅的经理呀 却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这个经理说呀 小陈有一个好朋友 也是老乡 就在附近的一家火锅城里工作 叫做小黄 这个小黄啊 经常来咖啡厅里去找小陈 咖啡厅人都认识他 经理呀 去他工作的火锅城还吃过了几次饭 算是半个熟人了 警方得到这个消息呀 立即马不停蹄 奔赴到火锅城 找到了正在穿菜的小黄 小黄年龄才18岁 看到大批警察以后啊 吓得不轻啊 几乎说不出完整的话了 为了好大的提起 民警才从小黄的嘴里 知道了小陈的真名 可真实住址 小黄和小陈啊 是邻村的这个同乡 小陈的真名叫做陈明 年龄只有18岁 之所以谎称叫做陈爱民20岁 主要他早在14岁呀 就出来打工了 他怕找不到工作 就做了一个假身份证 谎称自己18岁 也就是说 他去咖啡店工作的时候 也只有16岁 而不是20岁 警方还知道了 成明居住村子的名字 立即联络当地的警方 当地派出所啊 经过调查 发现成明竟然已经回家了 说今天呢 还有人看到他在村里走动呢 专案组立即决定派抓捕组 别夜开车到临省 对成明实施抓捕 凌晨两点多 持枪的刑警们破门而入 将在睡梦之中的成明当场勤货 在成明的家中 民警不但找到了戴安娜的钱包 首饰 还找到了那把代谢的折叠刀 根据指纹比对 成明就是杀害戴安娜的凶手 那么问题来了 年仅18岁的成明 为什么要杀害外籍女模特戴安娜呢 是报复吗 是试图强奸未遂之后恼羞成怒吗 还是这个成明 是一个变态杀人狂 以杀人没乐呢 都不是 其实就是为了钱 成明被捕之后 就交代了自己的作案经过 成明出生在乡下 父母生育了很多的子女 家境艰难 他的兄弟姐妹读书都不太好 初中还没读完就辍学了 这种穷家不能演闲人 成明14岁就出来打工养活自己了 因为他这个文化程度低 没有技能 又喜欢抽烟 喝酒 上网 成明压根就没赚到什么钱 基本上都是月光族 成明最长的一份工作呀 就是在这家咖啡厅里干了两年 最后两三个月 咖啡厅呢 没有发工资 甚至连饭都不管了 只提供几个床铺就可以睡觉了 成明只能选择不干了 但是这样他也拿不到拖欠的工资 几乎可以说是身无分文了 案发前三天的晚上 他上完了网 回来了 身上仅剩下了十几块钱 也没有地方住 他决定啊 回老家去 想父母要一些钱 再出来打工 不过眼下呀 连回家的火车票 他也买不起了呀 成明自认为呀 走途无路了 就想偷一点东西呀 当做路费 他随意的在附近几栋大厦里乱走 看看有没有住户 将财物啊 放在门口 或者是楼道处 这样呢 就可以趁机偷走了 没想到呢 这些大厦里的住户啊 都挺谨慎和警惕的 他走了好几个大厦 什么东西呀 也没有偷到 当他到了 戴安娜 居住了大厦的时候 成名无意之中啊 就发现呢 戴安娜公寓的房门 没有关 客厅里面呢 也没有人 他一眼就看到 客厅桌子上 有一个手机 略微的思想斗争之后 就选择溜进了房间里 拿了手机就跑 其实成名并不是第一次小偷小门了 他对这种事情啊 还是比较有经验的 不过呢 艾米丽的这个手机啊 并不值钱 是一个廉价的手机 第二天呢 成名就把这个手机啊 卖到了一个手机的维修铺 这个老板知道啊 他这个手机有可能是偷来的 就仅仅给了他200块钱 成名拿到200块钱之后 先是去大吃了一顿 然后又去买了一包好烟 随后又去上网了 这么一折腾啊 就只剩下几十块钱了 还是不够买火车票的 于是案发当天 成名决定啊 再去戴安娜的家 试试运气 看看能不能多偷一些东西 为了防止这个屋主 抓住他以后殴打他 成名随身携带了一把折叠刀 作为凶器 当天呢 十一点多钟 他偷偷摸摸的 就摸到了戴安娜的公寓门口 果然呢 戴安娜家的房门 还是没有关闭 成名是大喜过望啊 急忙进入客厅 开始偷东西 就在他准备拿走笔记本电脑的时候 恰好这个时候 戴安娜走出卧室 两个人就这样啊 打了一个照面啊 看到对方是一个身高很高的外国女人 成名吃了一惊 一时之间的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 根据成名的介绍 由于语言不通 戴安娜开始啊 并没有认为她是个罪犯 成名啊 身材矮小 只有18岁 还长着一张娃娃脸 也许戴安娜呀 认为这个小孩呢 是她邻居家的孩子 还对成名笑了笑 说了几句英语 成名这个时候是高度紧张的 唯恐这个女人的呼喊 会引起邻居的关注 自己就难以脱身了 会坐牢啊 慌乱之下 她立刻拔出了折叠刀 大喊抢劫 戴安娜虽然听不懂中文 但是看到了成名手中的刀 她也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立即大喊害怕 成名没想到 戴安娜不怕刀 还敢乱叫 情急之下就上去啊 去捂戴安娜的嘴 但是戴安娜这个身高 有一米七八 成名只有一米六 成名根本就捂不住戴安娜的嘴 眼见戴安娜 越笑声音越大 成名情急之下 当兄就刺了一刀 戴安娜中了这一刀之后啊 流血很多 人呢也是惊慌失措呀 分离的 推开成名就逃了出去 一路大喊救命 成名微恐邻居 听到叫喊声 也追到楼罩里连续刺杀 又刺了戴安娜死刀 两个人一跑一追 跑到楼下四楼 戴安娜终于受伤过重 倒下死去了 见到戴安娜倒下以后 满手鲜血的成名 也是极为慌乱 她跑回了房间里 胡乱搜索了一番 将手机 笔记本电脑 还有手势等财物 装入了背包 迅速逃走 这一番搜索呀 成名就留下了大量的指纹 逃到大街上之后 她才发现自己胸前有大片的血迹 赶紧呢 就把这个外衣啊 给脱了下来 这时候 成名啊 思想进行了斗争 激烈的斗争 他只是为了抢劫 并不愿意杀人呢 一时慌乱 连刺了那个外国女人好几套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那个女人死了没有啊 万一要是这个女人死了 她岂不是杀人犯 要被枪毙的呀 也许是害怕被枪毙 也许还是有几分良知 成名这时候啊 竟然用路边的电话 打了110报警 说是在这条路上 听到一个外国女人大喊救命 随后就挂断了电话 可是万分遗憾的是啊 110接警之后 可能认为这是谁在恶作剧 或者是因为啊 不知道准确的地点 当时并没有发现 受害的戴安娜 成名随后就去网吧上网 第二天呢 又去那家手机铺子 卖掉了手机等物 买了货车票回家了 其实啊 老刘说了这么多 案发仅仅四天之后 成名就被抓捕会案了 要说这个案件并不复杂 但是在这个案件之中 信息量却不小 那里边这些内容啊 大家是自己去领悟吧 根据警方调查 其实啊 在这个大厦里很多住户啊 都听到了戴安娜的呼救声 即便是英语的呼救 他们也听到了其中的凄惨和惊慌啊 然而啊 很遗憾的是 中国人好像有一个习性 势不关己 高高挂气 竟然没有一个住户开门 看看有什么异常都装着没听见 根据尸检呢 戴安娜不是倒下后立即就死去的 是挣扎了几十分钟之后 这才断气的 如果他能及时的被送到医院抢救 也许啊 还有一线生机 可惜这只是如果而已了 另外呢 为什么今天呢 那种原汁原味 讲述刑事案件的电影 电视剧越来越少了呢 因为啊 这些电影电视剧啊 真的是暴露了社会上的一部分现实 说通俗点啊 就是暴露了社会的一些阴暗面呢 1997年10月到1999年11月 这两年的时间 北国春城 吉林长春 连连发生小姐失踪案 一时时间呢 做小姐的全部都紧张起来了 直到那一年的十月 随着有春城色魔之名的顾光凡 被判处死刑 那以谈生以为名 先后被残杀了19名妇女的冤魂 才算得到安宁 1997年10月中旬这一天呢 对于普通人来说 可能是个平常的日子 可是对于顾光凡来说 确实不寻常的一天 因为他就是从这一天开始 迈出了游人 变成魔鬼的第一步 这一天中午 百无聊赖的顾光凡 像以往一样 在繁杂的人群当中 寻找着他消遣的目标 虽然顾光凡有妻子 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但是他仍然像野猫一样的到处寻找腥味 当他徘徊在长春市人民广场六路站台附近的时候 一个身穿浅色套服 年龄大约在三十岁左右的女人 吸引出了他的目光 与此同时 那个女人也发现了他 几辆六路车过去之后 两个人发现对方都没有上车的意思 于是互相明白了对方的意图 这个女人就是顾光凡杀害的第一个人 葛某 当葛某确信自己 已经找到了他所要找的人之后 就主动的来到了顾光凡的跟前和他搭话 可怜的 葛某万万没有想到 他走向顾光凡的时候 也正一步一步的走向死神呢 两个人没有更多的言语 很快就进入了主题了 葛某正是一个小姐 两个人最后商量好了 嫖娼的价格 最初 葛某提出要带顾光凡回家 被顾光凡拒绝了 随即顾光凡提出去长春市静月谈 挣钱心气的葛某不假思索的同学 于是两人就搭乘上了去静月谈的车 在静月谈下车之后 葛某随着顾某走进了静月谈公园内 农大分校附近的一个山顶的山沟里 在一个阴暗潮湿的水泥洞里 两个人发生了性关系 做完这一切之后 葛某便开始向顾光凡要钱 而此时顾光凡除去刚才坐车等花掉的钱之外 兜里只剩下三十几块钱了 本来讲好的价格是五十元 当葛某知道顾光凡只给了三十块钱的时候 他很生气 他一边接过顾光凡递给他的那三十几元钱 一边大声的赤则顾光凡给了钱少 看着葛某一张张的数着钱 顾光凡突然起了另一个面头 他像个恶狼一般的出了过去 他死死掐住葛某的脖子 四五分钟之后 葛某便离开了 他靠出卖肉体来换取生存的这个世界 而此时丧心病狂的顾光凡 并没有马上离开 而是从葛某的兜里 掏出了他刚刚交给葛某的那三十元钱 以及啊 葛某兜里仅有的五元钱 做完这一切 他逃离了现场 据顾光凡自己交代 他在杀掉葛某以后 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 两天两夜都睡不着觉 但是在之后的日子里 当他确信自己没有被人发现 他的胆子越来越大了 变态的心理 驱使着他不断的向那些妇女伸出罪恶的双手 顾光凡在被捕之前 曾经在长春市西郊路市场的一个简易的服装商店 为了照看服装店 他每天晚上都睡在商店里 1998年4月末的一天早晨7点钟左右 被害人徐某来到了服装店 徐某走进商店之后 向他索要衣服 并说如果顾光凡不要他衣服前 还可以陪他睡上一夜 徐某在没有经过顾光凡同意的情况下 开始挑选衣服 于是顾光凡非常生气 就在徐某专心的挑选衣服的时候 恶魔向他伸出了罪恶的双手 徐某还没有来得及反应 就被顾光凡吓得晕了过去 丧心病狂的顾光凡在服装堆里 找了一条一米多长的花布条 在昏厥的徐某的脖子上 扣了两个死扣 直至将其类似 在店里的服务员上班之前 顾光凡将徐某的尸体 装进了一条玻璃丝的袋子里 为了不被服务员发现 他又把袋子挪到了商店北边 不引人注意的墙角处 用棉被和地毯给压上 下午 等服务员下班之后 他便迫不及待的 把徐某的尸体给拖了出来 看着徐某的僵硬的尸体 他的眼睛里露出了凶残的目光 为了处理掉尸体 这个愚蠢的家伙 竟然想到了用主菜的大勺 一点点把尸体给烧滑了呀 他随即把店里做菜用的电炉子和大勺找来 顾光凡的商店呢 处在繁华地段 顾光凡还怕刺鼻的烟味 引起路上行人注意 于是呢 又在大勺里呀 添了一些水 开始煮 他见主不化 就把尸体卸了五块 他把呀 被他肢解的死者的上半身 和下半身 和下身的四块下肢 分别放进两个玻璃丝的袋里 拎到距离商店不远的一个楼群之间的 小棚子的夹缝里 抛尸回来之后 顾光凡又打水 冲掉了地上的血迹 所按这些 已经是深夜之中了 1998年4月 变态心里 使得顾光凡在杀人当中 找到乐趣 他有的时候 甚至以嫖娼为名 一天内残忍的杀死了两个小棚 每次杀完人之后 他不仅把他刚刚放在死者包里的钱给拿走 还会顺手切羊的把死者的钱 物一起拿走 拿走的东西或送人或自己留着用 1998年10月初 顾光凡将死者孙某 带到了长春市电日厂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 顾光凡和孙某发生了关系之后 孙某要顾光凡在原来商定好嫖娼价格为50元的基础上 再加一些钱 这又引起了顾光凡的不满 于是丧心病狂的顾光凡 用死者孙某的裤子将孙某活活勒死 逃离现场的时候 他盗走了孙某的一副耳环和一枚戒指 他把耳环和戒指拿到了长春市远东批发市场对面的一个个体手势加工点 打成了一个男士的戒指戴在了自己的手上 1999年2月初 顾光凡在李某家中与李某发生了关系之后 用李某的傻金把李某给勒死 并盗走了李某100元钱和摩托罗拉汉子BPG一部 随后将BPG在长春市人民广场附近以430元钱的价格给卖掉 最令人发指的一次 尿数1999年2月份 顾光凡杀死任某的那一次 这个恶魔不仅盗走了任某的1000元钱 竟连任某身上穿着一条皮裙子也不放过 他把道德的皮裙拿到一家服装店里 为自己改成一件皮马甲 审讯的时候 顾光凡杀来说 他杀人 唯一一次感到一些不安的 就是1999年10月初 在李某家杀死李某的那一次 因为他翻遍了死者家里大大小小的柜子 只在死者的晚柜中翻到了一袋打架 在死者的一兜里 他只找到了24元钱 也只有这一次 他没有把这24元钱花在自己身上 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用那24元钱为他刚刚杀死李某 买了4块烧纸烧掉 以表示对死者的忏悔 他在烧纸的过程当中 不止一次的烧到了 他那沾着李某鲜血的手啊 就这样 顾光凡在两年时间里 几乎用同样的手段 残忍的杀害了19名妇女 他在这段期间 盗取的钱物 总计加起来为2040元 在厚厚的卷宗之中 我们看到了顾光凡 交代的儒家内容 1999年2月初 在李某家杀死李某时 刚好有人敲李某的门 而躲在门后的顾光凡 清楚的听到了门外两个男人的对话声 顾光凡在开门下楼的时候啊 在楼梯的拐角处 他还大模大样的瞧了那两人一眼 然后就在他们的眼皮自己以下 大车逃掉了 1999年2月中旬 顾光凡在任某的屋子里 杀害任某时 也同样有人在此期间 来找任某 并不断瞧门 大约五分钟之后 敲门声停了下来 顾光凡再次 泰然自若的离开了 1999年8月下旬那一天下午 在顾光凡杀人之前 他曾经和死者一起来到了死者的住处 他们走进死者的屋子时 顾光凡看到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在死者门旁边站着 当勒死死者时 听到了有窗户玻璃破碎的声音 但是顾光凡仍然安然模样的 从后门溜了出去 而最令人不解的一次 是顾光凡在杀完人逃离现场之后 死者所租房子的房东 竟然和儿子一起抛尸 而不去公安机关报案 1999年9月26号 顾光凡在菜品批发市场 与宋某相遇 宋某最终也成了顾光凡手下一个归婚 宋某的尸体被抛弃在长春市宽城区 凯旋路的一处玉米地里 宋光凡的家人发现后 马上向公安机关报了案 宽城区警方经过一个多月的立案侦查 发现顾光凡有重大嫌疑 1999年11月12号 警方将顾光凡批捕归案 就这样顾光凡一个身负 19条人命的遗凶 就这样被警方所擒获了 他是1955年3月5号 出生在辽宁省凤城市的 抓捕前住在长春市宽城区凯旋路 1977年6月21号 因流氓罪 被宽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八年 1985年3月6号 犯盗窃罪 被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1987年7月14号 犯盗窃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2000年9月15号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顾光凡杀人一案 进行开庭审理 面对威严的法庭 这个杀人恶魔 开始企图用一言不发与抵抗 但是法庭上列举出了大量与其杀人相关的有关证据 使得他不得不低下了罪恶的头颅 2000年10月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故意杀人罪 判处顾光凡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以盗窃罪 判处顾光凡 有期徒刑两年 决定执行死刑 并处罚金三千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